好 第六个问题 售后回购 售后回购 这一部内容 今年我也做了修改了 也做了修改了 售后回购是指且销售商品的同时 承诺或者有权选择 日后再将商品购回的销售方式 叫售后回购 租赁准则讲过售后租回 租回那个比较难的两种 还记得吧 合理两码事 那叫售后租回 这叫售后回购两码事 那么售后租回是有租赁准则规范的 售后回购是收入准则规范的 好 对不同类型的售后回购交易 那么企业应该区分两种情况 一 企业 企业 好企业 企业应存在于客户远期安排 注意这里是远期安排 而付有回购义务 我付有回 我有义务得回购回来 或者说企业享有回购权利 你无论哪个方面 货不货 咱不货这不有货吗 货不货无所谓 反正我得回购 一个付有回购义务 要不然企业享有回购的权利都可以 这是第一种情况 所以这是主动的 这是主动的 那么在销售时点 销售时点 客户并没有取得商品控制权 既然没有取得控制权 那么就不能确认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 按照下来两种情况处理 第一种情况 如果回购价小于元售价 那么按什么处理 按照租赁交易处理 按租赁交易处理 比如说 我回购价和售价比比 比如说我在这先给一个金额 给一个金额 我售价我先给你售价 假定售价100 售价100 售价100 我卖一个商品给你们 卖100万 回购价多少 回购价 看好了 我假定举个例子 回购价 80 回购价80 看见了吗 所以回购价80 小于售价10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租赁交易 我干嘛呢 你说我干嘛呢 我出租人注意 我出租人 我们租赁学完 我们出租 我们出租人说白了 假定两年期 假定两年期 两年后回购回来是80万 在这个时候 对我来讲 是租赁交易 假定是 那个出租人的经营租赁 经营租赁 在这种情况下 对我来讲 我先收100万 然后退给人家 80万 剩多少 剩20万 这20万 我按直线法确认什么 收入 租金收入 那么一年是租金收入 10万呀 两年20万 不就完了吗 这是租赁交易 是吧 好 这一个 这边 如果回购价 大于或等于元收价 比如说 我就再给一个 如果这个回购价 假定是 假定说是 假定说一个数 那么假定是103 103 我卖了 我卖了103 103 那我这干嘛呢 我这 我实际是把商品 抵押给你们了 三个月 假定三个月 三个月后 我再回购回来 回购价多少 103 我干嘛呢 我是融资 我是抵押借 抵押给你们 从你们借100万 三个月后 还多少钱 还103 三个月还103 知道吗 还103的话 那么在这 是租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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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要提醒大家一个问题 所以租赁 那叫融资 这个租赁交易 融资 这两码事 这是借钱 那个是 那是租赁 是要确认什么 要确认收入的 那么这个呢 要确认利息费用的 好 下面我讲例题 这个例题 我今年做了重大修改 因为我查了查国际草报准则 那么在这 一般举例都是一年以内的 一般都是一年以内的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需要考虑什么 那么不需要考虑 这个什么 重大融资成分的那种 虽然融资 但不需要重大融资成分 所以没有什么限制折限的问题了 好 二年一号 假公司向乙公司销售一台设备 售价是1000万 同时约定一年之后 即二年12月31日 正常一样 好 一 假公司以800万的价格回购回来 第二个 高于了1000了 1200万的价格在回购回来 都是一年 一个800 800低于1000 一个一下高于1000 先说第一什么情况 租赁 第二个 第二什么 融资租赁 好 要求 好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 说明假公司应如何尽快处理 并编制相关分路 这分路我加上了 这分路我加上了 好 来看一下答案 第一 回购价格低于元售价 那么按照租赁交易处理 那么 这是一个 第二回购价不低于元售价 按照融资租赁 融资租赁 抵押借款不就抵押借款吗 再看这个 所以公司 并没有取得该设备的控制权 那么假定不去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那么该交易实质是干什么的 这一公司支付了两百万 不一千减八百吗 最后我收了一千 我退给你八百 我最后我收多少钱 我最后就是收了两百 你们支付两百 最后落到我手里就两百万 那么这两百万 也就是从对方角度来讲 取得了什么 取得了一年的使用权 取得一年使用权 那么假公司呢 对我假公司而言 对我出租而言 所以经营租赁的话 经营租赁的话 对租赁交易的话 那么也就是我要确认什么 确认租金收入 确认租金收入 什么问题吧 好 那看那边 那么这边呢 这边呢 是实质是干什么 是假公司以该设备作为质押 取得一千万的借款 一年后还多少钱 还一千两百万 那两百万什么东西 利息费用 所以假公司应该把它做什么 做融资交易处理 而且都不应该终止该设备 而应该将收到的款项 作为什么 金融负债 作为金融负债 并将该款项 该款项和回购价之间差额 在这个期限内 按照一般来讲 按直线法 确认的财务费用 也就是利息费用 好 我们来看那边 这边 借一行存款 代计其他应付款一千 我们先说这边 一千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题是一千 然后一年后 正好一年 是八百万的价格 再回购回来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 所以借行存款 代计其他应付款 接上 那么下面 我该确认租金收入了 每一年我确认租金收入 每一年确认 这是我按年走了 因为就一年 那么借其他应付款 代计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一千减掉八百 是两百 我要确认租金收入 租赁收入 租金收入是吧 就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一年 除以十二个月 不用管他 我按年走啊 然后第三 我回购回来了 一年我回购 我退多少钱 我退他八百 我退他 我最后剩多少钱 我剩两百万 借其单款 代计其他 不就完事了吗 这就是我租金收入 那么一年 就是这个两百万 这边呢 出售 这边呢 是 那么收多少钱 还是收一千 借行购买 代其他应付款 也走其他应付款 一千 对吧 然后呢 就要注意了啊 那么以后 我要回购价是一千两百万 所以要寄提利息 寄利息 所以借财务费用 代的是其他应付款 一千二减到一千两百 还是两百 我为了两边数一样 两百 那么按月 我不再说了 按月不再说了 十五中按月 十五中按月 那么每个月 就除以十二个月 就可以了 借财务费用 代其他应付款 那么增加其他应付款 那么三 回购时 退多少钱 退人这一千二 借其他应付款 代行付款 那两百万就利息费用 那两百万就利息费用 不是按照的吗 这是我们所讲的两种 回购价 地缘收价 回购价 相当于高原收价 两种情况 一个是租赁 一个是作为融赁 好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 企业硬客户要求 注意这里面的字 硬 客户要求 硬客户要求 回购商品 那么企业富有 硬客户要求 回购商品义务的 那么应该在合同开始这一天 一定在合同开始这一天 评估客户是否 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 重大经济动因 有没有重大经济动因 如果客户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 重大经济动因的时候 那么且应该将回购价与售价之间进行比较 如果属于第一种情况的 那么按照第一种情况原则处理 那么什么情况 要不然你作为租赁交易 要不然作为融资交易 就这两种情况 对吧 好 那么第二 如果客户不具有行使该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那么怎么办呢 那么应该将售后回购作为富有 销售退回 条款的销售交易进行相处理 我问的问题出来 就这个内容 问大家确不确认收入 确不确认 确认收入 这个确认收入 上面这个不确认 上面不确认收入 要不然你就作为租赁 要不然作为融资就完成 好 所以在这一定要弄清楚 合同开始 评估客户是否就行使 这个要求权的重大经济动因 有没有重大经济动因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好 是有的话 那么作为租赁或融资 如果没有的话 富有销售退回条件销售 确认收入吗 确认收入 好 现在看例题 甲公司向乙公司销售 其生产的一台设备 销售价格1000万 双方约定 乙公司在一年后 还有一年 有权要求甲公司 以800万的价格回购该设备 等会儿谁要求谁 谁要求谁 是乙公司要求我们甲公司 是对方要求我们甲公司 以800万的价格来回购 那么甲公司预计 该设备在回购时的市场价 才300万 才300万 而却要求我 对方要求我800万的价格回购 你说说 你说说 客户在这 是否重大经济动力 当然有了 他有了 一定有 你看这个东西才300万 回购价却是800万 所以说明什么 客户将有重大经济动力 他要什么 要行使这个权利 要求我来回购 那么我再种按第一种情况处理 按第一种情况处理的话 那么由于这个价格800 低于1000 所以这叫租赁交易 对吧 分析吧 根据上述字 说明甲公司如何尽快处理 甲店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甲公司回购价800 低于原售价1000 但远远高于该设备的回购时的市场价格300万 足以判断 以公司具有重大经济动力 要求我们 我硬扣要求吗 要求我们甲公司回购设备 所以这个按什么 按租赁交易处理 按租赁交易处理 好 那我再问大家 我再往前翻了 说假定说 这个设备回购时市场价格 不是这个300 也是800 也是800 回购价也800 在这种情况还有经济动力吗 他没有了 就没有经济动力 没有经济动力的话 劝收了吗 劝收了 以后真的要求我回购 再按照销售退回原则处理就可以了 不有销售退回原则处理 那么这时候考虑个比例 估计退购率等等 这不再解释了 到了位置 那么这个题讲完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2020年的考题 39年2月16日 甲公司以500万的价格 向乙公司销售设备 双方约定 一年后 甲公司有义务 以600万的价格 从乙公司处回购该设备 双方约定 甲公司有义务 甲公司有义务 以600万的价格 从乙公司处 这不是硬客的要求 这属于第一种情况 属于第一种情况 那么好了 不考虑增税 下列快处理正确的事 首先我这个题啊 销售价格是500 但回购价600 那么这个600大于500 这是什么 融资交易吧 融资吧 有融资吗 这不是融资吗 所以答应该选什么 B啊 B啊 它是吧B啊 B啊 所以因存在于客户远迦跑 富有回购义务的 回购价不定义手价 是为融资交易 所以选项B 好 那么第六个问题 我们在讲了 第六个问题 应该说呢 还没有出过大题 但出过小题了 出过小题 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第七 客户未行使的权利 未行使权利 第一 合同负债 一定记住 是不含税的 我这特别强调 不含税的 这个金额 这个内容 财政部专门发了个文 来说明一下 这个合同负债 是不含税的 所以来看一下 那么且向客户预收商品款项时 应当首先将该款项确认为负债 这个负债不能再走预收了 走合同负债 但履行了相关义务时 再转为收入 好 下面我们来看道题 甲公司 甲公司是一家大型购物中心 以主要责任的身份 销售商品给客户 甲公司销售商品 适用于不同的增值税率 可能有13%的 有9%的 等等 那么二亿年甲公司向客户 销售了不可退回的储值卡 每张卡的面值200 总金额5万 好 那么客户 你就可以拿这张卡 在任何一家门店 使用储值卡消费 跟历史经验 甲公司预期客户 购买储值卡 这个将被全部消费 不会说有不消费的 甲公司一般纳税人 好 那么客户在使用储值卡 消费时才发生 增税纳税义务 那么也就是说 说白了 你把钱存在那 没有增税纳税义务 那么消费时 那么才有可能去开增值税专票 这没问题吧 我再给举个我碰到例子 有一次 我去加入战 我去存点钱 为什么存钱 因为我们在学校 不有科研项目 有科研项目 现在学校报销 特困难 学校报销 餐费不能报销 然后打低费不能报 餐费打低费不能报 然后飞机票可以报 但飞机票必须是我的名字 等等的 特别受限制 没办法 钱得报出来 得报出来 那怎么办 我就想个办法 我就到加入战 加点油 加完以后 我先把存一笔钱 存完钱以后 我开张票 我拿到 我叫财务处报销了 财务处那个老师说 郭老师这也报不了 这个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你这是什么 叫预付卡专用发票 那么后来我回头问 这张伪太注意 后来问人家说 你什么时候加完油了 一次已经开票 加完油了一次已经开票 那么正式的增值专票 所以这个内容就这意思 所以客户使用储置卡 消费时才会发生增值纳税 好 根据上述资料 说明甲公司应如何进出 甲公司销售储置卡 收到这500万 那么一定是含税金额 含增值税 不可能我在刷卡的时候 你再交个税吧 不可能 所以这500万一定含税 那么注意 商品价款代表的甲公司 以收取对价 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义务 那么这个你可以确认合同负债 但其中增值税的部分 那么这部内容 属于应交税费代转销项税 那么这个内容并不是 我们所讲的是负债 但是它是法定义务 不是经济合同义务 所以这500万含税金额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合同负债是校商品的合同 那么这个我有义务 以后转收入 但这个税 我是要向国家缴纳的 向国家缴纳的 所以在这必须要拆分 所以在收到这页 必须拆分 一部分走合同负债 一部分走应交税费 代转相随 那么以后再重新 估计就可以 这部分都说了 那么有人说老师的税率不一样 一会有这个13%的 还有9% 怎么办 那么财政部说了 说按照一个平均的税率 或估计税率 然后去拆分 拆分完了以后 以后再调去 以后再调 那咱不管它了 反正你知道一件事 是不含税的就可以了 这第一 第二 放弃处置卡使用那块处理 处置卡会放弃吗 原来说老师上次我 写完这标题学生后 老师会放弃 我当然会放弃了 原因多了 很多很多人 处置卡被放弃了 原因太多了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处置卡丢了 你说丢了它 它认吗 它真的是丢了 它就说不行了 那对不起就不行了 还有购物券 你的购物券 我告诉你 购物券丢了 那么这种情况 它也是 也放弃 没办法 没办法 我原来我举的例子 还记得我举的例子吗 那时候 那时候在八项规定之前 八项规定之前 我记得好像 八项规定之前 学校的时候 就是到中秋节的发月饼 但不会发食物 发张票 拿了票 到那个 那么面包店什么 这去领一盒月饼 我当时我们发放号 就一张纸 就这么一个长条纸 大家知道 对吧 然后我揣兜的 我也没钱包揣兜的 揣揣揣丢了 揣丢了 后来我到我们那个 到我们那个戏条 我当时 你给我查看编号 查看编号 我到时候跟解释 我要丢了 找不着 人家说我们认票 不认人 一句话给我本回来了 就没办法了 那这种情况下 那面包店它转了 人家说我就认票 是吧 所以这种 很多很多情况 放弃处置卡原因 很多很多原因 来 先看内容 当企业预收款项 无需退还的时候 企业客户可能会放弃 其全部或部分 合同权利的时候 那么企业预期将有权 获得与客户所放弃 合同权利的相关金额的时候 那么这种情况下 应该按照客户 行使合同权利 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 按照这个模式 按照比例将上述 放弃这部分金额 转为收入 按什么比例 行使 已经行使合同权利 这个模式比例 将放弃那部分金额 给我转收入 否则 且只有在客户 要求其履行 剩余义务的可能性 极低的情况下 说白了 干嘛履行不了 那么才能 全额一次性转收入 这个了解 关键上面的一个模式 行使合同权利模式 转就可以了 好 下面看例题 假公司是一家连锁快餐企业 为增值一般纳顺 增值税率是6% 21年假公司向客户 销售6000张储置卡 每张面值是1000块钱 总金额600万 客户可在假公司 经的任何一家门店 使用储置卡经销费 给历史经验 假公司预期客户 购买储置卡当中 大约相当于储置卡 面值的1%的部分 近6万块钱的部分 不会被消费 原因多了去了 丢了 损坏了等等 等等 好 截止到21年12月31号 那么客户使用储置卡 消费金额 消费了500万 那么换句话来讲 这600万 那么消费了500万 行使权利是500万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行使合同权利 那么模式比例 行使权利多少钱 行使500万 那么按照500万 对这6万 按比例把它转移收入 这个也是 要求别分路 第一 销售储置卡时 借银行存款收600 代计价税分离 代计合同负债600 除以1.06 不含税金额566.04 那么带什么 应交税费 代转消费税 代转消费税 好 这一个 放到代转消费税 也可以了 这个代转消费税 顺便问一下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资产负债表右手边 负债这不负债吗 右手边 资产负债表 负债前哪个报表项目 前哪个报表项目 你看我说对吗 不应交税费吗 就在应交税费 这个项目中列报 答错 答错 这个在这还没有构成法定 目前还没有构成法定 所以这个你可不能在应交税费 这个项目中列报 放上放其他 放其他当中 什么其他 以后再讲 第二 根据储置卡消费金额 确认收入 假公司预期将有权获得与客户 没有行使合同权利相关金额6万 按什么金额把这6万转收入了 按照客户 行使合同权利的模式比例 把它转收入 所以销售储置卡 本期转收入这个两笔金额 一个是行使了合同权利 即消费了500万 那么第二600万 600万 那么这600万当中要注意 你不收600万吗 这600万当中要特别强调 1%不会被消费 1%就6万不会被消费 所以按比例分母600万 看见了吗 扣掉6万 是594 这594怎么来的 就600万减掉一个6万 然后分子上是行使权利比例500万 按照这个比例 对6万分配转收入 再说变 两笔钱 第一笔钱500万 是行使了或消费了500万 那么第二 将6万转为收入 按什么标准 按照客户行使权利比例 即行使了500万 分母上600万扣掉一个6万 按照这个比例 好 这个时候算出了含税金额 给它转成不含税 除1加6% 算出476.46 分路 借合同负债476.46 代计主营业务收入 476.46 同时再转一下 借英交税为 代转肖想税500 仅有500 那个6万没有 那6万没开票 那个6万叫无票收入 那么这个是500万 除1.06 再乘60% 是28.3 下面给我转肖想税 28.3 那么那个6万转过来 按目标收入 那么去申报就可以了 这是他处理方法 看见了吗 他处理方法 所以这一块一定介绍 按照客户行使权利比例模式 那么转收入就可以了 好到备止 那么第七个标题讲 第七个内容 我记忆当中 好像没有出过题 好 我们再看第八个 无需退还的初始费用 这最后一个特定事项 那么且在合同开始日 或接近合同开始 向客户收取的 无需退还的初始费用 最典型的俱乐部 入会费 或者什么健身馆 什么等等 游泳馆 等入会费 那么这个内容 最终的结果 记住 最终结果都是记住到交易价格 无论下面什么情况 最终就记住 最终记住交易价格 确实吗 确实 好 包含以下三种情况 一 初始费用 与客户转让 以沉默的商品相关 并且该商品构成了单项旅游 就一件事 比如说游泳 我办了个游泳证 办个游泳的 好了 我交了一笔钱 一百块钱 交了一百块钱 那么入会费 然后我一年年费 假定说是 假定说是两千块钱 就完了吗 就两笔钱吗 好 那么仅与单项旅游泳有关 那么转让该商品时 那么按照分摊至 该商品的交易价格 确认收入 所以这实际上 确认两个收入 一个商品收入 就是游泳那个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把那个入会费 转为收入 转为收入 这两笔钱 都在这确认收入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该出使费用 与现合同转让 以承诺商品相关 但该商品不够成单项旅游 不是一个是两个 不是一个 比如说假定说假定说 我在这里办了两件事 一个是游泳 一个是那么假定 一个是做瑜伽 做瑜伽 两个 但是入会费就一百块钱 知道吗 不构成单项两项旅游义务 那么看好了 在包含该商品单项旅游义务 旅行时按照分摊 看着分摊至该单项旅游义务时 那个交易价格中确认收 也分别游泳 分别游泳 分别瑜伽 两项义务 分配到这里面 那么确认收入 这是第二 第三该出使费用与项客户转让与承诺商品 目前先不相关 目前不相关 那么该出使费用应该在未来 只能现在不相 未来说明 未来转让商品 作为未来转让商品日收款 那么在未来你在劝收 未来在劝收 放那先放到合同负债者 放到合同负债 好 再接着看 那么且收取无需退还的出使费用 且为旅行 应开展出使活动 但这些出使活动 本身并没有向客户转让 以承诺商品的 比如说我们前面举过一些例子 比如说 且为旅行会员健身合同 而开展的一些行政性质的准备工作 那么该出使费用与未来 将转让与承诺商品相关吗 如果相关 那么好在未来转让商品是确认收入 这是一个 那么好了 那么且在确定履约进度时 不应考虑这些出使活动 不考虑这些出使活动 那么这个出使活动是什么 这个出使活动 这得说一下了 出使活动 往下看啊 那么且为出使而发生的支出 那么按照合同成本的原则 按照合同成本的部分来清楚 要不然介入到资产 要不然介入当期谁 我原来举个例子 我还是游泳 游泳馆 游泳馆 游泳 还有游泳啊 这出使活动 什么活动啊 听到 我被游泳馆聘请为散发小广告人员 挣点外快 一天100块钱 一天就干一个小时 在小区门口散发小广告 一天给我100块 这100块钱 对我们游泳馆来讲 那么它是寄与到销售费 然后呢 我拉击一个客户 给他拉击一个客户 他给我提成 那么这个内容 寄与资产 资产走什么 叫合同取得成本 所以合同取得成本而已 下面看例题 这家公司是以叫会员制高尔夫俱乐部 这家公司与客户签订为期三年合同 客户入会之后 可以随时打高尔夫 那么该聚乐部年费2万 之外 假公司还得向客户收取200元的入会费 与补偿 为客户进行注册了 登记了 准备汇集资料 制作会员卡等初始活动所发生的成本 好 假公司取得入会费和年费 都无需返还 所以收两笔钱 有两万 一个两百 这两百最终 你记住 最终给我记住收入吗 记住收入就可以了 那么要求说明假公司如何处理 本例中 假公司承诺服务是向客户提供高尔夫服务 而假公司为会员入会所进行初始活动 没有向客户提供所承诺服务 而只是内部行政性的管理工作 因此假公司虽然为其补偿这些初始活动 初始活动向客户收取两百元的入会费 这两百元入会费 但是该入会费实指上什么 实指上什么 实指是客户为高尔夫服务所支付最佳一部分 所以应该作为收入一部分 那么先作为预收款 先作预收 那么以后收取年费一起在三年内平均分摊 先作为合同负责 预收合同负责 然后加在一起 那么怎么办呢 在三年内平均分摊就可以了 那么就确认收入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八个情况 好 到了位置 特定交易的快速终于讲完了 一共八个内容 八个内容 这八个内容哪个内容都不简单 第一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第二 富有质量保证条款销售 那么这顾注意和13号准则结合在一起 那么第三 主要责任和代理人 那么第四 富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销售 五 受益之产权 第六个是售后回购 七 客户没有行使权 第八 无需退还输出费 这八个内容 这八个内容 好像后三个内容 没有怎么考过 没有怎么考过 前面五个内容 前面五个内容在这儿是 考的评比最高 越往前考评越高 甭管怎么讲 这八个内容 哪怕最后一个内容 你得会 为什么 万一要考呢 万一弄成黑马呢 又出个黑马怎么办 必须会 好 那么到这为止 那么到这为止 我们收入准则内容 全讲完了 收入准则内容 全部讲完了 收入准则 我们一共讲了几件事 三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 收入确认伎俩无法 那么第二个 讲的合同成本 那么第三个 讲的八个特定 那么到这 收入准则和收入准则相关内容 我们都讲完了 好 那么这个支点 我们就讲到这儿 下面看下个支点 再次请订阅 请订阅